欢迎来到一手篮球 视频数据截止2021年5月19日 未备战奥运会落选赛和2021年亚洲杯预选赛 中国南篮公布了集训名单 一份27人的名单 居然是有10个之多的后卫啊 包括郭爱伦、赵继伟、徐杰、胡明轩、吴钱、陆文博、孙明辉、赵延浩、高诗言、于德豪都入选了这次集训 而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这里面居然没有广东队的赵瑞 出乎了所有球迷的预料 这真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足的原因吗 而在广东夺冠后赵瑞曾说过 我非常渴望再次回到国家队的阵容当中 不管我最后能否留在国家队 我都希望能够继续参与到集训队里 作为国家的一份子 为国争光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 可见赵瑞是多么渴望入选国家队的 希望自己能够 再次为新能力的目标 这次落选后 赵瑞的球衣事件再次被提起 2019年9月9日 中国南蓝世界杯结束后 赵瑞身穿一件美国队的运动外套返回北京 受到了来自各界的批评 而此时的赵瑞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来道歉 而是在社交网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需要努力成熟地面对无心的行为和严谨的各位 此时才23岁的赵瑞 不成熟地回应给自己惹了大麻烦 中国南蓝是有自己的外套的 其他球员也都穿了 而此时刚好遇上南蓝 在世界杯上输得非常难看 赵瑞的视频在网上发酵后成了众矢之地 只能说现在的网络太厉害了 而苏群老师在回答网友问题时说道 蓝鞋给予了赵瑞处分 所以暂时进不了国家队 他也服从这样的处理 另外还说赵瑞是个单纯的孩子 当时自己也没有注意 而其实早在1月份时 赵瑞在私底下就回应过 他说 世界杯出局后 队伍在广州原地解散 所有人的心情都很低落 再加上自己当时有点滴烧 所以迷迷糊糊 就随便抓件衣服就穿上 没有注意拿的是美国队服 很后悔 但确实做错了 南蓝的主教练杜峰也表示 赵瑞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 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但知错能改 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赵瑞现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 付出了代价 如今的赵瑞 好像一夜之间长大 今年的季后赛 他场均砍下 20.2分4.8篮板和3.5助攻 1.5抢断 投篮命中率高达47% 3分命中率高达40.5% 广东队只有他和威姆斯场均得分超过了20分 打法变成熟的赵瑞 在场上也变得低调沉稳 再也没有与他人发生过冲突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下期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